大家好,我是Robin 上节课呢,我们结合着官网 大致熟悉了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 Android Framework 安卓框架和基本的架构图 但是只看这些呢,我们总是感觉还是比较抽象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结合着代码去熟悉一下 我们要结合着代码去具体学习呢,那么问题就来了 Fremark呢,它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多 在我们添加Source Insight工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只添加了Fremark Base这个子目录,它就有14000多个文件 有这么多个文件,那我们从哪里入手呢? 就是我们碰到的问题 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拿到一个东西,往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个人推荐的就是从最熟悉的地方入手 那我们就想,什么是我们最熟悉的? 答案就是API 那我们就从我们最熟悉的API入手去跟踪一下代码 看它都涉及了什么 是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价格图上所描述的那样 开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所熟悉的API都有哪些呢? 我们在讲Android Application Android应用的时候 我们把API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大致分了两类 第一类系统级的API 第二类查件级的API 我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系统级的API就是说它是通用的 每个音域程序都会多多少少用到的 比如说,音域程序组件相关的 我们要几乎一个其他的组件 就用到StartActivity StartService BandService等等 插件级的API呢 就只能一些特定的 具有一些特定功能的 音域程序才会用到的 比如说 计算相关的 多媒体和相机相关的 传感器 定位等等 那我们这节课就 从这些我们所熟悉的 API入手 去跟踪一下圆码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 第一类API系统级的API入手 Fremark 这里呢 以StartActivity为例 先学习一下 用程序和Fremark之间的一个交互流程 首先看一下它是怎么从 用程序到Fremark的 OK 打开我们的Sourcing Set 查看一下圆码 我们知道 SatActivity 这个API呢 是调用到 Activity Manager 在Java里面的 那还记得我们 在SusInsight里面 怎么去找到一个文件吗 就在这里 输入 输入Activity 输入Java这个文件名 然后 就找到这个文件 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文件里面 找到我们想要的成员函数呢 在这个地方 好 输入我们的StartActivity 好 我们这里就有了 StartActivity 它有两个 是哪个呢 我们还记得 我们当时是 StartActivity 传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 传了一个Intent 第二个 可以传一个 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要启动的 组件的名字等等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StartActivity 呢 它又是调用了 StartActivity ForResult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StartActivity ForResult 是定义的 什么呢 还记得我们怎么去跳转到 这个项目的定义呢 我们可以直接 双击这块区域 或者是 按下Ctrl 点击 鼠标 好 这里就提示我们 有多个 跳转的位置 可以让我们去选择 我们看到 这个肯定 不是 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选第一个 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 它又是调用了另外一个 StartActivity ForResult 同样 我们再跳转过去 这个StartActivity ForResult 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 if else 如果 我们的 myparent是空的 就执行了 这里 不是空的呢 又执行了这里 我们跟踪一下圆码 就会发现 其实 StartActivity fromTag 最后 还会掉到 这里的 这个 这个函数 Equite StartActivity 那我们呢 先暂时先不往下继续跟踪 为了把这个 跟踪圆码的过程更为清晰呢 好 我们同时打开我们的 StartUML 这工具 画一下 序列图 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一下 好 Add一个Dagram 我们选择 SequenceDagram序列图 好 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 好 我们先添加一个 我们刚才是看的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里边的 有一个 StartActivity StartActivity 是谁 调用的呢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Activity 当然 当然 就是我们的 应用程序 我们在 应用程序里边 调用 StartActivity Activity 这个API Start Activity Activity 然后走到了 然后走到了 Activity 积累里边的 StartActivity 我们刚才跟踪到这里 发现 它最后 又会掉到 My Instrumentation里面的 Eq StartActivity OK 接下来 我们再 画一个 OK 调用到 它里边的 我们继续往下画 OK 那我们接下来 就继续再跟踪一下 原码 首先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Instrumentation 是一个什么 找到它的 一个 例的定义 这里有一个 注释 在注释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一句话 Allowing you to monitor allowing you to monitor allowing your interaction the system has with application 就是可以 让我们监控 系统 和应语程序 之间的所有的交互 那我们从这个 类的名字的意思中 也可以看到它是 测量统计的意思 那我们就大概有个印象 它这个类的作用 就是 统计一下我们的应用 和系统之间的一些交互 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在activity里面呢 很多操作都是通过 my instrumentation 去执行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my instrumentation 它就可以去统计 我们的应用程序和系统 都有那些交互了 那继续看一下 这个 好 找到它的 建议 跳转过来 ok 我们 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发现 它这里又掉了一个start activity 这个start activity 是谁里面的呢 我们看到前面 前面是通过activity manager native 里面的get default 返回了一个对象 它是调用到这个对象里面的start activity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get default 返回来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对象呢 好 我们 跳转到它的定义 这个get default 里面是通过 get default 里面的get 然后返回来了 一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这个注释 它获取系统的 系统一个默认的或者是一个全局的activity manager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get default 同样跳转到它的定义 get default呢 这里 它拥有了一个singleton 这个类 传进去的一个activity manager这个接口 那我们就找一下它这个类里面的get函数 singleton呢 是一个抽象的抽象类 它里面有一个模板参数 这个类呢 代码只有26到3913行 但是不要看它代码这么少 这个代码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它呢 运用了我们的设计模式 中一个单例设计模式 什么作用呢 它就是保证了 在系统之中 只存在这个类的唯一的一个实例 好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具体研究一下 单例这个设计模式 然后看一下它的get函数 这个get函数呢 它判断 这个实例如果是空呢 它就去create一个 如果不是空呢 就直接把它返回 那我们假设它是空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create函数 create函数呢 是一个抽象的 那我们就找一下 它的具体的实现 在这里 它创建这个类的实例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抽象类 它就把这个抽象的函数给实现了 create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通过Service Manager 这个类的get service 然后返回来的一个iBunder类型的对象 看到这里呢 我们就会推到了 这里出现了Bunder 我们再通过官网看Andrea的Failwork的那个架构图的时候 那里讲到有一个Bunder进程间通信 这里呢 就是把一个名字叫做Activity的服务的一个代理 返回来了 具体是怎么返回来的 我们就先暂时不去做具体的跟踪 我们就知道这里它返回来的一个远程服务的一个概率 就可以了 在后面的课程呢 我们会去再进一步的学习 然后呢 它就继续调用了AsInterface 把它这个返回的iBunder类型的一个对象传进去 返回 同时把它返回来一个iActivityManager 这个类型的对象 最终呢 把这个类型的对象返回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通过调用 ActivityManager Native GetDefault 返回来的一个 对象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就是一个iActivityManager 这个类型 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i的Interface 它是返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首先一个查询 如果查询到的话 就把它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查询到呢 它就去用一个ActivityManagerProxy 这个类型的对象 那我们就知道了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StartActivity 就是调用的 ActivityManagerProxy里边的 StartActivity 我们再 这样 画一下 这里 有一个 ActivityManagerProxy Instrumentation的 ExecuteStartActivity 有调到 ActivityManagerProxy里边的 StartActivity 那我们先来继续跟踪一下 ActivityManagerProxy里边的 StartActivity 又是怎么往下走的呢 好 找到我们这个类 好 找到StartActivity 好在这里 在ActivityManagerProxy这个类里边的 StartActivity 我们就发现 这些操作呢 都是对Data 这个对象的 就是一个数据的 一些打包 然后通过 调用MyRemote Transact 然后去最终去实现 在这里呢 很多朋友就会发现 我们很难再进一步往下去 跟踪它的代码了 那现在我们就 看到问题了 看到问题 之前我们也说了 不要怕 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它 为什么我们到这里 就会发现很难往下再继续跟踪呢 答案肯定是我们现在现有的知识 不足以支撑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就去补充一下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 MyRemote是一个 iBanner类型的 这里呢我们很自然的想到 这里肯定和Banner进行一些通讯有关 那我们就去补充一下Banner相关的内容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火轮吞走Bann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Banner大体上有一个认识 在过程中呢我们会跳过很多的一些细节的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下Banner是什么 Tick点单 我们应该都已经通过过网都知道了Banner是一个用于跨境层之间通讯的一个机制 那为什么用Banner呢 也很显然就是为了实现跨境层的一个通讯 那我们重点看一下我们怎么使用Banner来实现从Client到Sower的一个经济之间通讯 目前呢我们只需要理解 从Client到Sower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就可以了 我们具体看一下这边是一个Client 这边是一个Server 我们Client要调用Server相关的实现 首先它会调用一个Service的Proxy 然后Service的Proxy呢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的一个代理 通过Banner来实现一个跨境层的调用 调用到Service Native 然后呢我们的Service又是继承Service Native来实现的 所以说最终可以去调用到Service上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如果要一个服务通过Banner机制 对外提供一个跨境层的接口来给Client使用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接口类 也就是 这两个类都需要去实现的一个接口 第二步呢 那我们就要定义这个Service Proxy和Service Native这两个类 这两个类呢就实现了我们要实现我们第一步这种定义的一个接口 第三步呢 就是继承Service Native来提供最终的Service的一个实现 就是实现我们的一个Service的最终一个业务逻辑 这里呢就是Andre的上面 通过 让一个Service 通过Banner机制对外提供跨境接口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编程的模型 好 那我们了解到了 Service Proxy呢 可以通过Banner 跨境从它对用到Service Native里面的函数 那我们就继续跟东西下代码 这里呢我们的Active Manager的Proxy 它的Transsection呢 我们看到它发送了一个编码 一个StartActivityTranssection 同样的我们可以 在 ActiveManagerNative里面的Untransact 找到有一个StartActivityTransaction这个Case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E码 在Proxy这边传过来了 一个StartActivityTranssection 这里呢 就对这个 去进行一定的处理 它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又掉了一个StartActivity 好 我们先暂时不去跟踪这个StartActivity 我们先完成一下我们的一个序列图 好 我们知道 ActivityManagerProxy呢 它会通过Banner这个进行间通信机制 第二个是 第二个用到 ActivityManagerNative里面的 TransitUntransit 好 我们再画一个Band 这边的 只是一个示意 好 它是 最好用的 这边是 一边是 第二个 在那儿调用到ActivityManagerNative里面的Untransact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Untransact里面呢 它又调用了一个StartActivity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跟踪一下这个StartActivity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tartActivity呢 是IActivityManager的接口里面定义的一个函数 同样的我们的ActivityManagerNative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类 它这个类实现了ActivityManager这个接口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它对这个接口里面定义的 它还收入了一个实现 那我们就要再找一下 哪一个类 继承了 我们的ActivityManagerNative呢 也就是 会有一个具体的Service的类去继承一下ServiceNative 这个类去把最终业务逻辑实现 那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类在哪里 最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ActivityManagerService呢 可以看到它是继承了一个ActivityManagerNative 那我们就去找一下它里面是否有一个startactivity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出来了 startactivity 这里面有两个startactivity 我们根据参数 不同可以区分到 它是对应的这个startactivity 最终 我们就知道电源到了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进行到我们的系统服务 这样呢就是从一个程序里边我们调用一个startactivity的API 然后呢最终 一步一步的对应到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proxy也就是banner 通讯机制的代理 然后activity manager proxy呢又通过banner通讯机制对应到activity manager native activity manager native呢最终又调用到activity manager service里边的startactivity 所以就实现了一个从application到system server的一个调用 由此我们的用程序就告诉我们的安装系统 哎我要start一个activity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是我们的application用程序它调用startactivity这个API然后就用到调到了activity这个系列里面 activity里边的startactivity呢又通过executestartactivity调用了instrumentation里边 instrumentation里边的executestartactivity呢又调用到了activity manager proxy这个banner进入键中讯代理它里边的startactivity activity manager proxy里边的startactivity呢通过我们的banner机制跨进程 对应到了activity manager native里边的untransact这个函数untransact这个函数呢又进一步对应到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我们的一个系统服务这里边的startactivity就告诉我们的系统 哎我要启动一个activity了 这就是一个从应用到系统服务这个交互的过程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模块 我们知道这里我们可以是我们的application应用 这两个呢 是application framework 用框架它主要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API给我们使用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banner进行通讯相关的内容 这里呢 这里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系统服务 system server 这边就实现了从应用到应用框架再到再经过banner ipc 最终到this to some service这个过程 那我们用語言来描述一下 这个过程呢 就第一个 利用程序 调用 通过定用API 然后调到了 用程序 通过调用API 调到Firm 然后 用程序 框栽了 又调用 到了Bandar进行间通讯代理 又通过调用Bandar进行间通讯代理 就是这里呢就是我们的 ActivityManagerProxy 它调用到这里呢 然后 既然进行通讯代理呢 有通过Pandar的机制 跃出氧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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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Native 也是我们的服务端 然后服务端的Native呢 最终 最终大 安卓的幸福 这四大概这四复充 我们这节课就先暂时等到这里 谢谢大家